再来看我国网球一哥卢彦勋第一次打蒙蒂卡罗明人赛 第二轮栗战三盘不顶大会的八号种子 也就是加拿大名将洛尼奇 今天是先回到台湾 星期六要转往深圳打挑战赛 这一战是卢彦勋生涯首度和洛尼奇在红土交手 卢彦勋抢七拿下第一盘 最终虽然遭到逆转直播第二轮 但卢彦勋的世界排名将会再推高 至于在吉隆坡打职业赛的我国一姐谢淑薇 双打一日两战 其中八强赛是击败了海峡组合詹徐沛 谢淑薇挺进了双打四强 今天晚上还有单打赛事 将对上大会头号种子 也就是世界排名第十的西部可娃